大家好,今天要制作的是原味酸奶 这个无糖酸奶配上一些水果和燕麦适合当健康早餐 首先,将500毫升的牛奶加热至85摄氏度 记得要一直搅拌 到了85摄氏度,关火搅拌至冷却大约43度 加入两汤匙原味酸奶 搅拌均匀 将表面的泡泡捞起 倒入干净的玻璃罐中 用保鲜膜封住瓶口,再戳几个小口 放置在温度大约35摄氏度的地方7小时 也可以放一碗热水加速发酵过程 7小时后,酸奶成型放入冰箱冷藏 浓稠滑顺的原味酸奶就好了 如果喜欢比较酸的酸奶可以将发酵时间拉长至10小时 若喜欢这视频记得订阅,按赞,分享 谢谢收看